对某些人而言 和自己的妈妈一起旅游 听起来是一件不太好玩的事情 也许对他们而言 朋友情人才是旅行时的最佳旅伴 然而当你看完这文章之后 你会发现其实跟妈妈一起出去玩也有许多好处的 时星向下三角妈妈是你天生的伙伴 虽然和朋友相处时很愉快 但不免还是有摩擦期 需要一点时间来调整彼此的关系 但是你的母亲 是这在世界上比任何人还要了解怎么和你相处 不论你是想懒洋洋的躺在沙滩上爬山进行 参观博物馆还是到购物中心大买 每个人对于如何度过假期都有各自的想法 而当我们和自己的父母分享自己心中旅行的意义时 往往你和你的妈妈都喜欢相同的旅游行程 时星向下三角和妈妈一起创造美好回忆才是最重要的 没有一个纪念品能取代你和你的妈妈一张旅游合照 当你们一起旅游时 把时间花在和父母相处 一起制造回忆 没有什么比和妈妈一起在悠闲的午后喝杯茶还要有意义的了 时星向下三角旅游是拉近彼此关系的好机会 如果你们平时相处 总是个做个的事情 也许安排一趟亲自旅游可以拉近彼此的关系 旅途中你会发现 你和妈妈之间的关系会一天比一天还要更紧密 天的 时星向下三角和妈妈一起旅游 是表达感谢最好的方式 妈妈辛苦将你拉拔长大 邀请妈妈一起来一趟旅行就是对她最好的回馈 时星向下三角在旅行中 你会更加了解彼此 带着母亲一起跨出舒适圈 妈妈最喜欢吃什么 对未来有什么计划 如果你答不出来这问题的话 花点时间安排一趟旅行 了解彼此的想法 能让你更加享受旅行的美好 Tiller 时星向下三角和妈妈旅行 可以锻炼出耐心 即使我们和妈妈之间的感情浓厚 但在旅行中不免还是会遇到插曲 面对问题时一直情绪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法 不仅能避免争执 旅行中也会更开心 Tiller 你有和妈妈一起出国旅游的经验吗 有没有发生什么特别的经验或是好笑的回忆呢 如果你还没有跟自己的妈妈旅行的话 哇 不妨廉价时就带着妈妈一起出去玩吧 来源 网络资料